回到了新闻现场 但您关心到又出现了医疗暴力事件 三军总医院一名医师 因为评估患者的病况 不符合凯莉80两表 竟然遭到了病患家属当场施暴 朝她的脸部身体连续重击三拳 又迷糊人员见状 要立刻上前阻止 但仍然挡不住攻击 施暴家属现在被依照伤害罪嫌 还有违反医疗法送办 而院方也表示 谴责任何的暴力行为 穿着黑色背心的病患家属 揪住医师袖子离论 接着近人直接挥拳 周遭至少六名医护人员 围上来制止 但还是拉不住他 攻击过程中三度挥拳 击中医师 最后甚至连烟镜也被打飞 又出现医疗暴力 事发在台北市内湖区三军总医院 当时神经内科医民医师正在寻防 病患家属质疑 为什么迟迟不开力家人的巴士量表 医师解释评估后不符合标准 家属无法接受 反过来指控医生 讲话很不耐烦 还用轻蔑口吻 暴怒出拳殴打 医师被打到脸部头部鼻梁都挫伤 家属现在也被一设犯医疗法跟伤害最先送办 分数如果不到的话 那医生也不可以开 如果有开的话 医生也会吃上这种伪造文书的风险 所以医生在开这80辆表的时候 都是非常谨慎 80辆表是用来评估患者的行动能力 达到规定标准才能申请外籍看护 但因为门槛比较高 如果评估没通过 确实部分家属会不太谅解 对此三军总议院回应将寻求司法途径 严厉谴责医疗暴力行为 记得到两晚好台北采访我的 对此三军总议院回应将冠联合